画面双方连两战打入金牌战的台湾一姐戴茨颖 面对中国对手王芷怡 虽然首局非常可惜以21比23让出 但小代也热开了 这强势的一板攻击得分 代表了不只是第二局的第一分 也就从G分开始 小代掀起了一波滔天巨浪11比0的攻势 为自己想达成逆转夺胜 奠定良好契机 对手王芷怡战的技术暂停回来后成功破弹 不过巨幅领先的优势已经站在小代这边 加上他早已火力全开 并将魔术师般的身手发挥到淋漓尽致 小代这局多变着球路 明显让王芷怡没有办法招架 第二局最终没有意外 非常强势的21比6 顺利将战局逼近到了第三局 小代踩在上一战 面对同样来自中国的东京奥运金牌陈宇飞 已化解五个三末点 并克服了背部不适 上演堪称经典的角树逢生逆转胜 这场比赛继续面对来自同一个国家对手 就算胜压没交过手 小代也已逐渐摸清对手球路 决胜局这一局 台湾一届多次的晋升强攻得手 一度取得6比1领先优势 但王芷怡接下来稳定下来 最后反而由他一分领先进入到技术暂停 小代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中国对手王芷怡虽然只有14 但他可是新科的牙锦赛金牌 可以想象绝对不好惹 技术暂停后双方12平 接着小代继续展现灵活多病的手法 不断地变现和变速 掉得对手满场飞奔 最后是疲于奔命 变长莫及 小代目前取得16比14两分的领先 接下来也不打算夜长梦多 决胜关头他更加地专心致志 火力狂飙连拿了5分 离胸利越来越近的小代 也为自己大吼了一声 并且逼出了5个冠军点 能否一点都不要错过了这一分 小代打得相当有耐心 在多拍来回之中尽情展现多病的手法 戴茨颖掉中了王子宜 决胜取了比分21比15 拿下这一局的胜利 也如愿上演输一赢二戏码 拥夺了本季第二关和赛史的第三关 赛友他也如释重负露出参笑 胸手比出了赞 说真的台湾一姐在这一次 超级一千系列的印尼公开赛 走来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四场的经典翻盘逆转秀 还有这一场决赛的强势逆袭 他的好表现已获得全场观众的一致喝彩 恭喜戴茨颖个人连两战 拿下金牌